今天呢我要分享如何成为网络红人的五种方法 第一种呢就是靠姿色成名 如果你自认你是很美的美女 还是很帅的帅哥 你只要定时自拍 阿罗在你的Facebook还是Instagram 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 你已经成为网络红人了 真的 没有骗你 不过前提是要你很帅 还有很美啊 这算是五种方法比较简单的一招 但是看似简单 却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用 毕竟长相这东西是天生的 第二种呢就是靠丑成名 人类是一种非常奇怪的动物 当他们看到一些人 做出不寻常的举动 他们好奇的心就会引发他们的内心想去看一看 像是马来西亚的蛇精男 直播打手枪 开始咯 开始咯 还有邓家华 除非你真的是很想红 不然你有这种方法 红人之后 你知道后果的啦 喂不要打我 喂你是谁也不要打我 第三种方法呢 就是靠路沉迷 靠路沉迷呢 其实是个蛮有风险的方法啦 因为路好了那叫性感 路不好那叫 伤风败俗 甚至还有被封杀的危险性 至于这种类型的网路红人呢 他们往往会收到很多变态 发给他们的一些奇怪的照片 这些奇怪的照片有些长 有些大 有些想 有些还长得很奇怪的 如果你不想收到这些照片呢 你最好不要用这一种方法来红 不过我本身是很欣赏 这一类型的网路红人的 第四种方法呢 就是靠眩沉迷 眩和路有点像 只不过一个是强调是自己的身体 一个强调是物质 就是每天啊 拍自己家里贵重的东西啊 拍跑车啊 拍你身边很多美女啊 Istangui就有一个靠眩沉迷的人物 他每天就是拍他的生活啊 有很多美女啊 每天出去玩啊 其实我超羡慕的 第五种方法呢 也就是最难的 不过也是最有成就感的 成为网路红人的方法 那就是靠才华出名 台华有包括音乐创作啊 漫画创作啊 还是剧本创作 这一种成为网路红人的方法 会比一般方法来的困难一些 不过我相信 这些创作 是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假设如果总有一天 会有了欣赏 你会来的更有成就感 好了以上五种就是我今天 分享给大家如何成为网路红人的五种方法 如果你认同我的话 就给我一个like 或帮我分享这个影片给大家看吧 谢谢你 拜拜